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个频道 过去几天, Medicom Toys 推出了几款《Bebic 》 当中有些是地区限定的 我们就很快地跟大家介绍一下 下个月, 2 月 2 日至 29 日 Medicom Toys 的 Asakiri Record 将会在泰国的曼谷举行 今次举行的地点是 King Power 名字是 Lab 若我没有记错, 其实《Bebicom Toys 》 上年也有在这个地方扮演展览 Asakiri Record 其实今次算是第一次冲出日本 我们看看今次 Asakiri Record 活动里有几款限定的 第一款是这款 Flower Golden Shower Flowers 相信大家有收到 Flora 的话都会知道他们的设计师 是 Mami Studio 这个设计组合其实是有两位设计师 分别是百合兼太郎和 Chao Min 他们之前其实都已经推出过不同款式的花花 包括了红花、白花、金花、银花和最近的一款蓝花 今次也算是一款泰国的限定款式 因为里面的花是大有来头的 它的名字叫做 Karsia Festula 是泰国他们的国花 上面的黄色花朵就象征着泰国的皇室 大家看看今次的设计 就看到上面的图案就有黄色花、绿色叶 还有象征蓝色的天空 这个颜色组合或者选择花的种类来说 相信都挺迎合泰国人他们的名字 下一款是鲜秋 主题是 My First Bear Baby Gold Pink and Chocolate Version 如果大家不知道鲜秋是哪一位呢 其实它的全名叫藤本鲜秋 出生于1971年 这位女生来说也算是才华还一 因为她除了是一位歌手、配音员 还是一位设计师 她之前已经设计过N多款的鲜秋 Bear Big 所以这款My First Bear Baby Bear Big 我们有时候都叫她做鲜秋 今次大家都看到 它的颜色组合来说 就用了一种金色和巧克力 但是官方他们就有提及过 这一种金色是将会用一个玫瑰金的 不知道实货推出来的效果是如何呢 接着第三款是 King Power Magneticon 相信大家猜都猜到的了 他们今次这个Azacla Record 展览 将会在这个建筑里面举行 这款Bear Big 特别之处 它的100%将会用一个锁匙购这种方式做出来 另外可以独立去买一只400%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曼谷的话 也可以去逛一逛建筑物 因为它是由2017年的时候揭幕 现在来说还算是泰国最高的建筑物 对于这三款 泰国限定的Bear Big 我相信 对于泰国本地的朋友 应该都相当满足一下 因为最少有两款Bear Big 真的用了他们的地区来做一个主题 顺带提一提 如果大家真的会去这个展览的话 今次的展览都需要放下少许入场费 入场费方面也有分两款 分别是880泰铢和1080泰铢 他们的入场券来说 都会包含建筑物Skywalk 为什么会有这两个不同的价钱呢 原因就是 880泰铢这个比较便宜的价钱 只限于10点至6点 换句话来说是看日景的 如果是1080泰铢的话 就由下午4点到晚上8点 换句话来说 你日夜景都可以看一看 接下来这款是澳门限定 主题是Garis Lafayette Crossover Bear Big 今次这款地区限定 其实是由1月26日至1月28日 就在Bear Big Macao他们的网站 要做个抽选 相信我这条影片推出了之后 抽选日期都已经过了 但是我们先说一下 今次这款Bear Big Macao的主题 Garis Lafayette Crossover Bear Big Macao 相信不少朋友都知道 其实他们是一间 法国家传户晓的百货店 在今年的月底 1月26日 他们将会在澳门那边 开开新门店 所以就推一推出这款Bear Big Macao 今天也会说一下 这款Bear Big Macao的设计 上面来说 就用了他们这个Logo 它特别之处 就不止单单是 将Logo很简单很简单地引出来 反而它就用了一种 剪裁设计的方式 将Logo不同的方式呈现在面前 除了用了一个剪裁设计方式之外 它还加上一个局部透明效果 所以我觉得 今次这款Bear Big 它的诚意度也挺高 最后这两款 是手标品牌 Devada 的联盛 Devada 这个瑞士手标品牌 就在1926年的时候成立 但是他们到50和60年代 才慢慢变成一个 比较出名的品牌 今次这两款 白色和黑色的Bear Big Macao 相信就是想推一推 他们这两款的手标 如果是去看他们的设计 就将Logo印在头上 在肚子上印了一个 终标的图案 但anyway 相信这两款Bear Big 都是给终标爱好者而设的 那好吧 在新年之前 陆陆续续 这么多Bear Big 推出来 不知道大家 对于这几款Bear Big 会不会有点兴趣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感想的话 不妨都可以在留言区 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